传统品牌里面 第一个说它可以做到无头支架的是 广汽的浩博 这个车的无头支架到底怎么样呢 今天我开的是浩博HT这个车 然后特高压825公里续航 带激光绿达的版本 然后我们来这个郑州市区来实际测试一下 因为刚才我在高架上 对这个车的这种表现已经怎么说呢 非常满意了 或者说我测那个地方 好像就是真的是有点侮辱这个车的这种感觉了 所以说我们来城市里面来开一下 你看前面小区进来了一个车 然后它让行让它先走 然后并且它往右去涌 稍微避让的动作 这是无头支架 前面人 你看这上面密密麻辣的人 它都能识别到 都能做出避让的动作 然后车估计也很崩溃 怎么这么多人 OK没有人了 然后继续前行 你看这个它应对的都很自如 它是一个很老司机的这种开法 也很礼貌 也很礼让行人 很守规矩 然后前方是有两个执行道 然后它是靠左这边执行道走了 靠左 你看过执行是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我们让它左转 我们找一条左转的路 我们看它左转的路过得怎么样 反正这种道路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了 大家刚才通过那个小区门口 应该就可以判断出这个车的实际表现了 对吧 礼让行人 八马前前减速 前面是左转 我们看车能不能搞定 因为右转和执行其实相对容易一点 然后左转可能相对难度会更大一点 你就比如说我理想L9 然后在城市里面之前早期的时候 它说是执行和右转可以 但是左转只有带激光雷达的版本才可以 所以说左转是更有难度的 然后这个车全车加上摄像头 总共是有29个传感器 如果说它是欧一门那种传感器 可能更多一点 因为车顶什么的下雨什么的 它都得有传感器 那个更多一点 这是29个传感器 英里达ORX的一个支架的芯片 因为我之前也开过RV它的车型 也开过吉胡的带支架的版本的车型 我个人感觉差别不是特别大 所以说之前浩博说 它是跟华为一样出在国内支架的第一踢腿 我都感觉有点吃牛逼 但是真的今天试了之后 好东西真的是不怕来验证 就目前感觉还可以 我看一下它左转表现怎么样 左转然后绿灯 车辆它重新打开转向灯 它这个车我感觉有一点人性化设计 还挺好的 就是有时候我们自己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等左转灯的时候 我们一直打着左转 听着可能会有点烦 有点烦躁的感觉 它是变过来到之后 会重新把它就是这个拨正 然后等到绿灯亮起的时候 然后它重新再去打左转向灯 那这个细节我个人感觉也不错 我们在这试一下前方 我们让它右转试一下 右转啊 好嘞 右转 等一等才变到 右转 可能刚才在识别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不是黄线的原因 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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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就转过来之后 它对这个路线的这整个把控 也没有问题 右边有三车车 然后进行避让 这应该是基本上能看出这个车的一个水平了吧 直行的我们也是了 小区门口也是了 然后这种车 我们也是了 左转的我们也是了 所以说这个车的 自驾 我感觉是超出了我的想象的 它这个无图自驾呢 在全国现在目前已经有 这个七个城市已经正式开启了 郑州不在第一批里面 但是它目前就是在我们的高线区呢 它是有个测试区域的 然后我们就是在这个测试区域里面进行了测试 表现还不错 那另外呢就是在七月份的时候 这个车会在全国四十九个城市开启这个无图自驾 九月份的时候全国都会开启无图自驾 所以说回头我们看一下 它和华为的真正PK吧